我对你这一生 哪个可悲 我与你踩一舍 永远一起 爱后时间长的 似连长可呼气 烟至何叶雪地 爱太重 深呼吸 牵绝空气 爱太美 轻轻的 却在不起 爱情来到时候 似明媚天气 他就念得 便说落与飞 如果可以恨你 潜力空恨你 连雨伤亦要多悲 无非想放下你 还是挂念你 谁又会及我相比 情事最怕有人提起 就算这么伸着手臂 破门亦有一伤距离 灵风 灵风 艺术 灵风 好帅啊 你太远 该怎么说对不起 你太远 一千山 脚已高飞 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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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幻觉 怕有寄起 如果可以恨你 潜力痛恨你 连雨伤亦要多对 无非想放下你 还是挂念你 谁又会及我相比 情事最怕有人提起 就算怎么伸进手臂 我们也有一切距离 如果我遇下你 全力痛恨你 连遇上亦叫多避 无非想放下你 还是挂念你 谁又会及我相比 情是最怕有人提起 就算怎么伸进手臂 我们也有一切距离 我情愿我肯想振灭 我愿意继续 就你 我爱你 谢谢 对 肥虎啊 好好听 好好听 太好听了 我爱你 再来一首 好听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风哥 你带来这首歌 跟你今天的美食诉求 有什么关联呢 其实 我觉得 虽然我选的是好吃到哭 是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好吃到哭 其实也因为一些美食 其实唤起你 可能是儿时的一些记忆啊 您的儿时记忆就是香港美食来 我的儿时记忆就是吃 吃 对 因为我要是一个吃货 那香港街头美食还蛮多的 比如什么 比如煎酿三宝啊 是 接着 咖喱鱼蛋 对 还有什么长粉啊 街头的长粉 还有一些 叫我们叫烧麦 烧麦 对 还有西多士 我喜欢西多士 女生都爱吃甜的我发现 接着还有 鸡蛋仔 鸡蛋仔 没错 鸡蛋仔 而现在鸡蛋仔已经进化了很多 又加红豆啊 对 加很多不同的 在香港地区拍戏很幸福的 是的 他专门有照顾茶水的 很难接戏 因为会越拍越胖 这个东西超级好吃 只有用心 才能做出最好的菜 好吃啊 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叉烧 救命 恭喜了我的回忆 因为我在香港还发过片呢 我去做过宣传 就愿意记得在工作的间隙啊 也是在中团 然后那边有 但是有大排档 只有一个很小的棚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那个大火 锅气特别的香 然后很热 但是每个人中午饭 可能一个烧辣饭 然后对叉烧之类的 然后来一碗汤 然后再来一个咸鱼炒的 鸡兰 对 然后就吃的特别的满足 嗯 而且那个时候因为 初来乍到嘛 不太认路 然后经常去溜弯的时候 就迷路了 我都是靠 这 我记得 嗅觉是吧 对 嗅觉 这家店的街口 有一家萝卜炖牛腩 然后离我们的 住的地方大概一个街口 然后下一个街口 有这个咖喱鱼蛋 就是 就记这个吃的味在哪儿 闻着 然后就回去了 听说在吃方面 您跟您的丈母娘 还有一段故事是吗 哈哈 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那时候第一 第一次见丈母娘的时候 第一次见面 妈 我说这个 这个是不是 我说阿姨这个是不是 好 吓死我 我以为第一次见面 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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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习惯了现在 叫习惯了 对 那我说阿姨 这个还要吗 就要不你不吃了 我把它吃掉 哈哈 丈母娘她没想到我这么随意 就她吃剩的饭我就 我就巴拉巴拉就吃完了 你当时是什么心态 我真的觉得不要浪费 对 因为从小也要呢 习惯嘛 就不浪费粮食 阿姨说这孩子好啊 这孩子真直接 他觉得我好实在啊 这个人 对 所以后来就第一面 印象就特别特别的好 应该有点帮助吧 好 风哥 你的美食诉求就是 我觉得最简单的东西 是最难做的 就做香港街头的煎酿三宝啊 什么肠粉啊 这些烧卖 这些是最简单 但是 要做的好 还是考功夫的 香港街头美食 我觉得把他们吃苦 哈哈哈哈 好的 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 林峰峰哥 稍做休息啊 谢谢啊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派派和轩怡 给我们带来 美食创意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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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